我覺得柯正瑩的話 如果你每一句都聽進去 然後都信以嘴為真 然後你就會精神錯亂 我告訴你為什麼 你陳志涵怎麼說 我們一定會選 一定會選到底 明年一月十三號 這個選票上面一定會有柯文哲 結果現在去跟人家談藍白河 你是精神錯亂 如果你真的選到底就選到底啊 我為什麼要跟你合 有什麼好談的 我就比你優秀啊 我就是第二名啊 是你應該要放棄來支持我啊 你怎麼會 我為什麼要去跟你合 對不對 然後所以你現在如果把國民 這個柯文哲所有的話 全部聽進去你就開笑啊 所以就不要相信 他們其實就是在每一個時間 只是講出來乘聲量而已 這就是我對柯文哲的理解啦 另外我要講 郭柯侯 這個所謂的金 金色代表 藍色代表跟白色代表 有沒有可能整合成一組人出來選 我告訴你 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這三個人都覺得我自己最厲害啊 我最厲害啊 如果不是這樣子 我們藍白河或者是整合成一組 這一個題目 我們講多久了 一陣子 本節目開播到現在 沒有一天沒有這個題目吧 對不對 之前到已經從半年前就開始在談這一題 談到現在都已經選前88天還在討論 就是因為這三個人都覺得自己是第一名嘛 我一定要當總統候選人嘛 如果不是我我不想談嘛 郭跟柯 不是就是這樣子嗎 不然早就併購在一起了嘛 對不對 郭台銘 不是要請大家喝咖啡 要喝果汁 就去用鹹草生 對不對 為什麼 就是因為我 郭台銘就我霸氣總裁呢 我只想當總統 其他副總統我都不考慮 柯文哲就說 哇 不可能跟你合併啊 我自己我最厲害啊 我怎麼可能跟你併 對不對 你你郭台銘的價值跟我的價值不一樣 不可能跟你啊 侯友宜不是更是嗎 侯友宜如果跟柯文哲病了 國民黨的所有的這些小機能夠支持嗎 所以這三個人 因為每個人自己都想要當總統候選人 從六個月前是這樣 到六個月後是這樣 未來88天之後還是一樣嘛 所以如果沒有人可以改 我告訴你 不管跟誰都無法合 所以不管是柯媽媽 或者是柯美蘭 除非你說服大家 你說服柯文哲 說他要當副德 你們你們才有跟 可能跟郭柯和嘛 那不然不然我不曉得 不管這個民調怎麼做 你如何說服郭台銘當副手嗎 你們要告訴我們啊 那麼如果沒有的話 我告訴你這出爛戲 就繼續演下去嘛 那另外我要講說 柯文哲有沒有可能 在全面開戰了之後 會派區域立委 就我所認為 我覺得他不會派區域立委 他會保持一個跟藍營小雞 一個模糊的空間 為什麼 柯文哲現在的選票是年輕選票 他要搶國民黨的是什麼 深藍挺韓國瑜的那個選票 所以剛剛韓國瑜為什麼要講說 你們要把我的愛轉移給侯友 為什麼 因為轉移不了嘛 因為這些人現在正在挺柯文哲嘛 所以他就這樣講嘛 所以如果區域立委 如果他們正式翻臉 南白河不衡 我不認為柯文哲會在區域去去提候選人出來啦 那再回答 2018年 綠白的整合 我告訴藍營 這就是一個先例 當你不就犯的時候 柯文哲就跟你逼命啊 就是跟你翻臉了 但我們當時綠營內部非常大的壓力 認為柯文哲跟我們的價值不一樣 所以我們決定派出自己的候選人 而現在國民黨大家都在挑戰你們 你們敢不敢跟柯文哲的價值畫清楚